本章主要讲的是吊顶天花板的目的 讲庄皇师跟我吊顶天花板 各位一定要了解说 吊顶天花板到底为什么要去吊顶 为什么要去做天花板 其实天花板它本身存在的目的有四种 第一种目的的话就是防火 第二种为什么叫防火 防火其实我们讲的就是11楼以上的 它有漏水头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我们讲美观 美观大部分讲都是客厅 因为客厅它是一种跨空间 它一定会有凉 既然有凉的话 要把它避免就要美化 第三个部分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黄袖黄梅的要求 第四个部分 它就是要有所谓的易维护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以天花板的工班来讲 它有所谓的木架的 就是木工吊顶 它有所谓的青钢架吊顶 它是比较便宜的 有所谓的金属吊顶 有所谓的室内天花板 单纯混双没有吊顶的 至于木工吊顶的部分 有所谓的造型天花 有所谓的异形天花 有所谓的平顶天花 然后如果说我们用使用空间的角度来想 制作天花板的目的的话 其实每个空间它都有特定的制作目的 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是厨房 厨房它有一个特色 它除了电器多以外 它的管线也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讲浴室 那它也会有管线 它会有用水的问题 然后再来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讲后阳台 基本上它也有所谓的一些 宝石管线的问题 那我们客厅主要是为了厂衡量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灯光造型的部分 假设你的灯光是很多的话 或者说你今天基本上来讲 你的客厅有所谓的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黄火有关的11楼以上的 喷水的 这东西的时候 你想把它隐藏的时候 这部分客厅是必须要去做 所谓的天花板的 然后在玄关的部分的时候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灯光 我们讲的就是储藏柜 或者是鞋柜的一个灯光 那至于卧室的部分 那基本上是很少做天花板 因为大部分的卧室都还蛮方正 不会有衡量 除非你本身你是主卧室 那你又把它做得很美美的 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说基本上的话 来讲我们今天可以感觉到说 天花板它本身是有它所存在的目的 但是我们一般讲的天花板 各位要知道 其实天花板这个部分的 天花板如果我们单纯以木工掉顶的部分 它基本上有三个结构 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木雕金 它本身是管你的这一个成价 跟天花板之间的结合 第二个部分就是天花板的结构 就是那个整个架构 那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木头必须要是有经过防潮防腐的处理 最后面的那一个平板的部分 我们用的是细酸钙板 如果说连这一层板子都可以偷掉的话 那未来如果说单纯的 它是直接用甲板直接往上定的话 那未来就会有果摘问题 那如果我们用的是氧化煤板或者石膏板 那浴水的话就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一层的面 所谓的面式板的部分 应该是以细酸钙板为主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地的共同作者 谢谢